兄弟们 徐庄大鸡 鲁南洋堂 好几年没来徐庄大鸡了 没想到徐庄大鸡变化还是挺快的 这都是山羊肉 它是灰果吧 灰果这样 你们这边的洋堂就是灰果洋堂 灰果洋堂这样 哦 今天这条肉挺好 多少钱一斤了 圈羊肉75 圈羊65 圈羊65 圈羊肉75 那不贵 因为它是山羊肉嘛 对吧 对 农村 卖性高的小费不起 吃饭的 对 像市里的话都得卖到把牛市一北的 对 市里肯定还有差距 这个羊肠里边放那种辣椒嘛 对 放在这吃的 咦 这还是特色的 你要羊肉骨头啊 哎呦 猪这么胖 它在一个大山的下面 非常古老的一个旗 就是要了一盆 一比零四个钱 鲁南地区羊肠大卖 哦 大卖 哎 这样 兄弟们 看一下 河里的水 有的都结冰了 在一个大山下面 你看这老板的生意 喝羊肉汤都得排队 老板 锅高一挖二丝的羊肉汤 好的 唱一下 你要劝羊肉要吹肉的 嗯 吹肉 好的 来到这个山东赶大吉 你得搞一碗这个羊肉汤 羊肉汤它能代表一个大吉上的一个特色 山清这边的羊肉汤听说就是从山上泡的羊 然后做的这个羊肉 六十一天 行 行 可以 不过跌这条青辣椒 红辣椒 青辣椒 好的 夹着这是什么呀 蒜 蒜 蒜 香菜 哦 好的 免费假汤吧 免费 免费去汤 哎 就是稍微煮就行 开锅就可以 开锅就可以了 21碗的羊肉汤去里买 好嘞 来 他们这边的羊肉汤是非常有特色的 喜欢放这种青辣椒 红的 看一下 这条汤 好 酿汤兄弟们 有事与 这一大碗的话是20块钱 羊汤最灵魂的地方就在汤里边 一碗汤好不好喝 一口汤下肚就知道 放点青辣椒 这个口感 就不一样了 看一下这大块的羊肉 馋不馋的呀 你们想象一下 在冬天里 饿得不行的时候 来上这么一块羊肉 喝上这么一碗羊肉汤兄弟们 舒不舒服呢 咱来上一口吧 馋是我了 刚才在旁边拍这个视频的时候 馋的我真是不行了 看着老板在那里剁羊肉 真是有种想拿起来就吃的感觉 来一口 这个羊肉 煮的是特别的透 老板说了他家的羊肉煮的比较透 因为有些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来喝 如果说羊肉煮的不透的话 他们有可能咬不动 所以说羊肉煮的非常非常的透 来点这个辣椒 这个辣椒还是挺辣的 我这是第一次 喝羊肉汤没有放那种羊肉辣椒 放这种青辣椒 在山东大鸡上20块钱就可以实现大口吃肉的感觉 舒服 这种山羊肉的话75一斤 可以说是不贵哈 那尝尝这破一大鸡吃的全羊一百一斤 加汤了哈 免费去汤 你看 够好了 我再来口汤 舒服 他的这个羊汤真是喷香啊 兄弟们 还放了蒜哈 嗯 其他地方的羊汤不放蒜哈 角庄那边他放蒜 你要是喝一百家羊汤 至少得是一百种口味哈 就能买